介绍我的经验 美国公读 科技大学有非常完善的实习制度 因为那时候我就觉得说 我读书读不赢别人 那我是不是要有更多的工作的一些实物经验 那这样的话在我未来找工作的过程中 可能会对我来讲比较有帮助 很幸运的是我在大三的时候 真的顺利申请到了美国公读 那当初会想要申请美国公读的 这个机会的原因是因为 我想要锻炼我的自己的英文能力 再就是因为我其实没有出国过 那我就觉得 如果有这个机会可以出国 那可以拓展我自己的视野 那美国公读的申请资格有什么呢 其实不会太难 就是学习成绩全班前25% 那多一要450分以上 那超信80分以上 简单来讲就是你要在大一大二的时候 你就要维持你的班上的成绩 班上的排名 那你当然你要注重你的出席率 因为出席率和你的超信有相关 而且我们的主管非常重视你的出席率 因为他不喜欢我们学生一直请假 准备的这个过程中 我们其实要准备英文履历和英文面试 所以可能你在英文这一块 可能要多花一点时间在准备 那我会简单介绍一下 我在实习这一年来的一些工作内容 我们公司全名是 那简单来讲这一间公司是台数的下游公司 那我们的公司主要是在制造一些塑胶的产品 像是塑胶带啊垃圾带啊等等之类的东西 那我带的部门是utility部门 那我们这个部门主要是负责整个厂区的水电天然气的一些相关的工作 自己本身的工作主要是负责监测水体 那我监测水体可能有包含导电度啊 pH啊或者是一些饮用水的氯含量啊 或者是各个厂区的一些冷却水的水值啊 或者是饮用水的水值啊等等 因为我们的厂区非常的大 所以其实 然后我们又不能开车 我们的我们实习生其实在美国是不能开车的 所以会有有我同事 就是他会去各个厂区去把那些水装回实验室来给我做检测的动作 那我检测完之后呢 我就是要去就是检查说这些水值有没有异常的素质 那如果有异常素质的话 那我就要回报给他们 我主要工作就是要保持保持水值的稳定 因为可能厂区他们需要非常稳定的水值 因为不然的话他会对他们的制程会产生一些影响 排放废水来讲的话就是要管控他的废水的水值 让他不会超标 我们的办公室主要是都是讲中文的人 因为我的同事啊 我的主管很多都是来自中国大陆和台湾 所以其实如果你英文不是非常好话 你也不用担心 因为其实有人可以就是跟你讲话 那如果你想要练习你的英文的话 那其实在lab的同事 其实很多都是外国人 那还有你在你处理的一些文件 也都是一些英文 那就是你可以在 如果你真的非常想学习英文的话 你也可以就是多花一点时间 跟lab的同事来做聊天的这个动作 那再来我要介绍一个我比较特别的地方就是 我在因为我真的非常喜欢打羽球 所以我就傻傻就带一支球拍就这样飞出国了 那飞出国之后 我就先在就是教会遇到一些打羽球的同好 那我就在那边开始打起羽球来 那慢慢的就是大家认识我之后我就被找去参加一些比赛 那这张照片是我参加了那个Houston Open的一个公开赛 那我获得B组的女单第一名就是女单第一名的成绩 那我觉得这就是我前面所说的就是如果你有一个兴趣其实是非常好的 因为我也是利用这个机会我就是认识到了非常多各个不同领域啊 各个不同国家的人 那也是因为我就是来到这个环境 我就整个因为整个被丢到一个完全完全大家都是讲英文的环境 那我的英文就是进步了也是在这个时期进步了非常的深述这样子 那我在工读时期后学到什么呢 我的工作其实都是非常重复性非常的高 就是每天基本上都是重复做daily的工作 那所以我就是发现说我好像没有很喜欢这样子 所以我在未来我就希望我自己未来的工作是比较有挑战性的工作 那当然如果你需要你想要做这样的工作 你就可能需要更多的专业知识来就是支撑你可以做这样的工作 那再来就是学会了自主学习的重要性 你在工作的时候其实你非常多的闲的时间 如果你不自己去找事情来学的话 其实你会非常的浪费时间 因为我觉得要养成要有对事情要有一定的好奇心 那有一定的好奇心就会有源源不绝的求知欲 源源不绝的求知欲之后你就可以就是主动的去学习 那你在主动学习的过程中也会让你的学习过程非常的有效率 那再来就是要勇于接受挑战 化不可能为可能 那为什么我会这样讲呢 因为其实我刚开始就是进明治的时候我也没有想过说 我真的会去国外实习 尤其刚开始听到这个还是会有点怕 那也很庆幸自己说就是当时没有退缩 那勇于去勇于接受这样的一个挑战 现在才有这么样不一样的一个视野